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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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乖 闹闹 别闹了 没看见妈妈在忙吗 妈妈 我们来忙你 好不好 帮忙 帮忙 我看你们是帮到忙 妈妈 天气这么好 我们一起出去玩吧 妈妈 我正要把叔叔借回来 我再也不交平了 算了算了 还是我自个儿干吧 你带弟弟出去玩一会儿 别跑太远 早点回来 早点回来 知道了 快看 这好美啊 你看 那有一座桥 猪雀桥 strong 猪蟳桥 猪蟳桥 这是我的地盘 你们两个是从哪儿来的 蛤 我们住在乌咽巷 是来那里玩的 请多观众 请问你家是住在这儿吗 那原来是住在平民区的穷响子 你问我家 说出来怕吓死你 我家住在县贼爷衙门里 那这儿又不是你家 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这儿来玩呢 你说呀 要送你 这一大片地图 通过县贼爷馆 谁来玩都得我点头 这里都是我的 听懂了没有 现在也有那么厉害 那当然 咱家的荣华富贵 恐怕你们做梦都想不到 妈妈 今天怎么这么乖 一早就回来了 怎么了 为什么垂头丧气的 被人欺负了 妈妈 欺负爷是不是最大的官 妈妈我们搬家吧 搬到一个很有钱的人家去吧 妈妈 妈妈搬家吧 告诉你 告诉你 这一大片地 统统归县贼爷馆 咱们家的荣华富贵 恐怕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 原来是这么回事 你们知道 咱们住的这户人家里 原来住的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也有一个县贼爷 听我呀 慢慢地讲给你们听 东晋的时候啊 咱们住的乌衣巷这一带 都是高门士族们居住的地方 平台楼阁 金碧辉煌 碧京之地的朱雀桥 也是车马喧嚣 热闹非凡 这里住的人 个个都可以管 几十个 几百个 几千个县太爷 当时除了皇上 最厉害的两个大人物 都住在这里 一个呢 是帮助皇上 打江山的开国元勋 王岛 另一个呢 就是住在 咱们家现在这里的 谢安宰相 谢安 那他有这么厉害吗 谢安宰相 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当年著名的 肥水之寨 就是他指挥的 报 启禀圣上 不坚持长安出发 秦帅步兵六十余万 骑兵二十七万 大局挺进中原 新野郡 邓城武当兰正 寿阳全面告急 这可如何是好吗 区区福建合足挂齿 剩下给我八万兵马 保证杀的他九十万 骑兵二十万 朕赐你指挥大权 得令 想不到 建国的军队有这么多 其实福建看见的 全是八宫山上的草木 却误以为是晋国的军队 所以还没打仗 就已经下得阵脚大乱 后来人们常说的 草木皆兵 就是从这个点子来的 杀 杀 谢安在肥水 把福建的部队 杀得溃不成军 魂飞魄散 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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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圣里干杯 好厉害呀 好呀好呀 我们再也不用怕 那个仙台爷家的大黑了 凶巴巴的 对呀 咱们比他厉害 明天去找他 震死他 妈妈 我说这个故事 可不是想让你们 和人家比赋斗狠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过去的多少豪门贵族 曾经昏光显赫 却也逃不过衰败灭亡的命运 世间的荣华 世间的荣华富贵呢 往往好像过眼云烟 而我们过的日子虽然平凡 却是另外一种 却是另外一种充实的快乐啊 却也逃不过衰贵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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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